全單價單價推過來 透天錯惡火 已經沒了火焉 傷者陸續被抬出 68歲男屋主 沒了呼吸心跳 這是母親嘛 65歲女屋主 全身燒燙傷 也全身癱亂 年紀最小的22歲長孫 也失去一世 右邊右邊 後面後方 台中市後立置身路 一間三層樓透天錯 住者一家八寇 凌晨兩點多 發生火警 釀成三死 異常悲劇 我爸我媽 我生死 我哥 我哥 發電就趕快跑出來了 小兒子私立逃生 蹲在地上抱頭痛哭 當時他睡在二樓 還有叔叔嬸嬸 以及他們的小女兒 三樓就住著爸爸媽媽 也就是屋主夫妻 還有22歲長孫 來不及逃生 送醫不治 大哥則是重傷被救出 這個內部的隔間 大部分都是用木把 這個室內人員 應該是被熏昏了以後 造成這個歐卡的部分 起火點在三樓 毅然霧多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再加上事發生夜 沒有及時報案 傷亡慘重 上午八點多 南投埔里市區愛華街 社區頂樓也冒出火光 一度傳出是鞭炮起火 嚇得鄰居趕緊報案 電腦的鄰居趕緊報案 再來看著說 哇 怎麼會燒烤呢 疑似電線走貨 四樓鐵皮加鈣燒燴 一共延燒三貨 幸好沒人受傷 只是財務損失 還要估計 記者南投台中綜合報導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它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層面的蛋白質它是雞肉牛肉 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